玻璃桃圆医院群聚感染爆发到现在 案889感染源尚未厘清 指挥中心扩大召回医护人员裁检 但是有一名自称是院内医护人员的家属对外爆料 院方竟然安排超过50名的医师跟护理师 在密闭空间里头脱下口罩 排队等筛检 指控这根本就是防疫破口 但是指挥官陈时中在今天回应 不太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也没有接获到投诉或者是报告 但是会持续的调查 医护人员陆续被召回到筛检站等候裁检 防堵布桃医院内感染扩大 但现在却有一名自称布桃医护的家属 向平面媒体爆料 在布桃医院人员数次裁检中的其中一次 院方竟然安排所有人在密闭的会议室 脱下口罩排队等候筛检 超过两个单位至少50位 包含各科医师以及护理员工 却只有4名裁检人员 这样的裁检环境根本是防疫破口 没有 我没有接到这样的报告 什么情况会召回50个人 没有必要故意就是说 你说有人没有戴口罩 相信布桃在布桃医院 要求大家都全体脱口罩 常理上不太符合 不过我们再问看看 如果一个时间的话比较好 查一点 陈时中显然状况外 还要再问前进指挥所 指示布桃院内群聚感染事件 至今还有案889感染源尚未厘清 现阶段似乎不容任何一个环节 出差错 记得综合报道 除适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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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